这大概是商家最乐意看到的场景 25号凌晨的佛罗里达州 不少顾客已经排挤了 长龙等候百货公司的开门 而在新泽西 更有人干脆支起了帐篷 不惜等候上20个小时 甚至牺牲了和家人 共进感恩节大餐的传统习俗 只要能够先人一步 买到称心如意的大减价货品 顾客们觉得通宵排队也值得 但并非每位消费者 都能有个开心的购物经历 在洛杉矶的乌尔玛超市 就发生了乐极生悲的惨剧 可能是担心人群拥挤发生混乱 有顾客随身携带了胡椒喷雾 进行防卫 结果造成20多名顾客受伤 购物计的零售额 已经成了美国经济的 风向标之一 根据全国零售业联合会调查 今年约有1.52亿民众 计划在黑色星期五购物 比去年增长约10% 而11月至12月的零售额 预期将比去年上涨2.8% 但调查也指出 消费者感觉财务状况 比去年糟糕 消费信心不断恶化 美国高级连锁百货萨克斯表示 近来高端客户消费需求减少 主要原因在于股市下跌 对低收入阶层来说 高失业 高油价 高粮价 侵蚀了他们原本就不强的消费能力 消费者信心不足 将导致商品和服务需求减少 从而对零售业构成挑战 对零售颗仨是有留意的